生命殿逝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切勿杀生祭祀 在浙江前唐这个地方 有一位姓金的居士 是位自律典请的佛教徒 塔长年速食 尽杀 放生 护生 非常虔诚 金先生 您又来这里放生鱼儿啊 是啊 每次我看到鱼儿被捕 就感到心痛 一定要看到 它们回到水里游来游去 才会开心 金先生 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刚才那位金先生 是佛弟子吗 是啊 这位金先生学佛有段时间了 他可是非常虔诚的 一直吃素解杀 我想他一定能修成正果的 是啊 像他这么虔诚的学佛修行 一定会赶得善过 哎哟 老公 你回来了 是啊 哎呀 你从哪里弄来这条鱼啊 我刚从鱼市场买回来的 你不知道吗 儿子媳妇今天中午要回家吃饭 我总不能让他们俩也跟着你吃素吧 你不会是要把这条鱼杀了做菜 给儿子媳妇吃吧 是啊 不然呢 阿弥陀佛 万万不可啊 喂 你这是要做什么啊 你要知道 杀生可是很严重的恶业 我前程学佛这么多年 怎么能让你杀生呢 你吃素见杀是你的事 杀鱼是我的事 就算有罪也是由我来担着 你呀 大错特错 眼看着生灵被杀 我却视而不见 那也是罪 我绝不会让你把这条鱼杀掉的 老公 老公 你要抓这条鱼去哪 我要把它带到河边放生了 唉 真是说不动它 因为金先生的执着 金太太只能为儿子和媳妇 做一桌素菜 唉 今天我本来准备了好几道荤菜 可是你们也知道 你爸他是佛教徒 不让我做荤菜 还把我买来的鱼 抓到河边放生了 爸 现在生活好了 你何必每天都粗茶淡饭 不吃荤心 跟自己过不去呢 是啊 现在生活是好过点了 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大吃大喝 奢侈挥霍 好事就会变成了坏事 平寒人家粗茶淡饭 安分守己 虽无得意之事 却也一生平安 善事神终 这也是可以算上一件好事的 其实素菜也蛮好的 我们快吃饭吧 今年的秋收 总算是忙完了 是啊 过几天我出去买几只牛 等杀了后你把肉卤一卤 拿去市场上卖 嗯 好啊 哎呀 小杜 你来买什么呢 收成已经结束了 我想买一只牛回去杀了 煮牛肉来卖 小杜 你可真是牵不住啊 农忙时在田里干活 农闲时就杀牛卖牛肉 不跟你说了 我要过去看看那头牛 以后想吃牛肉再来找我啊 哈哈 好啊 先生 要买牛吗 是啊 嗯 这头牛挺大只的 身上应该有不少的肉 哦 先生您是卖牛肉的 是啊 每次农作物收成后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顺便做点杀牛卖肉的生意 那您的眼光可真好 你看这头牛又大又肥 一定能取好多肉的 杜先生将牛买回家后 便亲自动手将其再杀 然后再将牛肉一块块割下来 弄进锅里煮 老婆 准备好了吗 我可要杀他了 嗯 好了 你杀吧 水已经滚了 就等你的牛肉下锅了 杜先生的牛肉生意非常好 因此每年他都会杀很多头牛 这为他赚了不少钱 然而杜先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和妻子结婚四五年了 却一直没有孩子 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 直到有一天 他们俩遇到了学佛的王阿姨 啊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的 那是小杜夫妻在卖牛肉 啊 卖牛肉 是啊 小杜每年农闲时都会自己买牛杀了卤肉来卖 刚杀的牛的肉自然美味所以大家都会去买 原来是这样啊 小杜夫妻二人这么能干 只可惜结婚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做这种杀生赚钱的生意自然会遭到惩罚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 啊 你看他的生意那么好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肉卖的越多 他就要杀更多的牛 罪业也会越深 报应就越大 阿姨 你说我们没有孩子 是和杀牛卖牛肉有关吗 是啊 啊 杀牛卖肉跟有没有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当真啊 小杜 王阿姨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呢 他老人家学佛多年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很准的 老公 我们就试试看吧 从今以后不要杀牛卖肉了 我很想有个孩子啊 好吧 你们从现在开始放下屠刀 应该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 会有机会生孩子的 不过以后可千万别再做这种杀生的事情了 嗯 只要我们能有孩子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 嗯 从那以后 杜先生和妻子果然不在杀牛卖肉 没过多久 杜先生的妻子便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老公 看来那个阿姨说的还真有道理 自从我们不再杀牛后 就真的怀孕了 嗯 老婆 你说会生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老是动来动去 应该是个男孩吧 嗯 乖儿子 乖儿子 不哭咯 我想他应该生日了 快给我吧 我给他喂奶 来 儿子 喝个奶呢 转眼间 五年过去了 杜先生的儿子 长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又到了农闲的时候 杜先生又想重操就业 杀牛卖肉 老婆 儿子现在都长大上幼稚园了 以后他上学还要花钱 不如农闲时我们再来卖牛肉 帮儿子赚点学费 怎么样呢 啊 我们不是说好 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吗 你还真把那阿姨的话当真啊 你看 我们现在也有儿子了 在杀牛卖肉又有什么关系 儿子以后世世样样都需要花钱 我们现在得帮他多存点钱啊 好吧 这一天 杜先生又来到牲口市场买牛 他看到了一个卖母牛 还附带一头小牛的人 经过讨价还价之后 他便将母牛和小牛一起买了回来 先生 你再加点钱把这只小牛一起带走吧 嗯 那只小牛长大了应该可以用来耕地 对呀 对呀 您就一起买吧 好吧 那两只牛我都买了 可是当杜先生将他们带回家准备要杀母牛时 那头小牛突然跑到他面前挥了下来 并发出阵阵哀眠 似乎在恳求他放过自己的母亲 杜先生将小牛赶走 回头要杀母牛的时候 小牛竟然又跑过来向他跪下 快闪开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的 杜先生叫妻子把小牛牵走拴住 然后灰刀宰杀了母牛 随着某人一声惨叫 那头小牛也发出一阵肝肠怯的叫声 接着他猛跳了几下 竟然也打一死去 啊 老公 你看 这只小牛是怎么了 啊 他 他死了 杜先生将这两头牛的肉取下后 随起扔进了大锅里煮 一直煮到傍晚时分 爸爸 我吃饱了 我要出去玩 嗯 好啊 然而 杜先生没想到的是 他儿子看到锅里的水正在冒着热气 于是好奇地探头去看 不料 却一头栽进了煮牛肉的锅里 给活活烫死了 这锅里煮的是什么 好香啊 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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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杀生遭暴不可不信 既然已经发誓不再杀生 而且也获得了上 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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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爸 妈 你们别太伤心了 我弟弟 他不会有事的 医生 我弟弟的伤势怎么样啊 要不要紧呢 医生 我儿子究竟怎么样啊 唉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他的肝脏破裂 肋骨骨折 最严重的是 因双膝关节破裂 节内组织液 随着血流入肺脏肌脑部 重则死亡 轻则成植物人 有钱啊 你快好起来吧 两位姐姐 不忍见年迈的双亲 甘心苦烈 决定上山向一位法师求助 师父 阿弥陀佛 嗯 师父 事情的全部经过 就是这样的 希望师父 救救我弟弟的性命吧 师父 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幼强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呢 消防园警 幼强在消防园警任内 对救火工作有所怠慢 哎 愿夜深洁 唯有放生 可解愿世仇 寿愿绵长 唯有放生 好 我们现在就去放生 李又强的家人 法师的道长也还好 并更满目的 日日放生 不敢一天 李又强的家人 持续放生一个多月里 李又强的伤势竟日渐好转 虽然还能无法说话 但眼睛已经可以睁开 四肢也能稍稍活动 谢天谢天谢地 又强终于活过来了 你好好休息 一定会好起来的 医生 我弟弟的伤势现在怎么样了 他能恢复成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奇迹啊 我都有些不解 你弟弟这种情况实在是罕见啊 又强啊 你在任职消防远景期间 是否曾对救火工作有亏于良心呢 奴彼说了 起心动念皆是夜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几个月后 李又强慢慢开始好起来 而每月的大放生 也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并见他口念阿弥陀佛圣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双手势告一会 真心诚意地 唱会过去的种种的罪钱 步入杀生行业 赵鳄报 在香港 有队张姓夫妇 开了一家海鲜餐厅 生意特别的好 王老板 您来了呀 里面请 里面请 今天还是要吃鱼吗 如果要的话 我这就把你选条最大的鱼 现杀的 保证新鲜 好的 谢谢你 老板娘 今天的箱子新鲜吗 柳太太 你来了 请上二楼 二楼 有好位置 放心吧 我们这里的箱子绝对新鲜 好的 我相信你们的东西都是最新鲜的 为了保证餐厅里的新鲜海鲜 张先生每天早上都得卸买大批的活海鲜 老婆 海鲜都运回来了 快过来帮忙啊 好的 来了 来了 由于张先生餐厅里的海鲜都非常新鲜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他的餐厅尝鲜 有时候一天下来甚至有几百位客人 所以每天都需要杀海上千条的生命 洪老板 您来了 请进 请进 想吃点什么呢 有新鲜的鱼吗 有啊有啊 请您跟我来 洪老板 您看 这些鱼都是今天早上才刚运到 您看喜欢哪只 我们都现杀的 很新鲜吧 就它好了 好的 我这就捞出来现杀来料理 嗯 小黄 把这条鱼杀了 好的 在张先生的餐厅里 小黄是专门负责杀鱼的 他会先把鱼打晕 然后从肚子一刀切开 将内脏取出来 再把鱼领刮干净 有时候鱼甚至在被杀后 过了很久都还有生命力 仍会痛苦的挣扎 嘿 这条鱼面还真够硬啊 竟然还没死 由于每天都必须杀上数量庞大的鱼 小黄早已麻木 面对这条挣扎求救的鱼 也已毫无感觉 随手就把这条鱼 放进温度极高的蒸笼里 活生生的把它蒸熟 红老板 你要的鱼已经做好了 帮您做了道清蒸鱼 多谢呀张老板 你店里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 瞧这都客满了 今天生意格外的好 因为不远的那家流济海鲜城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营业 所以大家都跑到我这里来吃饭了 怎么 你不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昨天晚上 刘老板出车祸死了 啊 刘老板死了 怎么会这样 在这里开海鲜餐厅的老板 已经接二连三的死了好几位 这让张先生感到十分疑惑 真是奇怪 在我们这里开海鲜餐厅的老板 怎么都经常出状况啊 老公 你可要小心点 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张老板 我想要辞职了 啊 阿剑 阿剑 这是为什么 我在这里全靠料理海鲜来赚钱 赚的都是杀生害命的钱 如果我再在这里工作下去 我怕会遭到报应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些鱼类也都是一条命 一样有强烈的求生意志 杀它们 吃它们的时候 我们于心何忍 我闷心自问 如果当别人这样杀我 我能放过它们吗 你是说那些被我们杀来吃掉的生命会让我们遭受到报应 是啊 老板 你看这里做这一行的老板 有的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 还有一些生患疾病 看医生也看不好 难道这不是报应吗 阿剑的话虽然让张先生有所感触 但是他还是舍不得放弃海鲜餐厅的生意 依旧每天以杀生来赚取金钱 然而几个月后 张先生的身体经常感到疼痛 而且常常做噩梦 张老板 张老板 你害得我们好苦啊 谁 是谁在那里 张老板 你害得我们好苦啊 张老板 你害得我们好苦啊 你们走开 快走开 不要过来 好痛 好痛啊 痛死我了 老公 老公 你怎么了 老婆 我刚才梦到好多鱼虾朝我冲过来 撞得我身体好痛啊 没事的 只是个梦而已 可是我真的感觉到全身疼痛 什么 你的身体又感觉到痛啊 我们明天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啊 虽然张先生去了许多家医院和诊所检查 但都无法治好这个怪病 哎 去了那么多家医院 吃了这么多药 竟然连一点效果都没有 老公 难道真的如阿剑说的 我们靠杀海鲜的血命来赚钱 赚的都是杀生害命的钱 所以 所以终究要遭受恶报吗 或许阿剑说的有道理 看看做我们这行的身边有多少家庭破碎 身患疾病的 哎 难道我这也自食恶果了 老公 不如我们关闭海鲜餐厅吧 嗯 好吧 就这样 张先生和太太结束了他们经营多年的餐厅 咦 张老板餐厅开得好好的 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 听说张老板最近生病了 他认为是自己开餐厅 每天杀生太多的关系 所以才决定关门改行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过去常听人说 总是杀生行业 常会召来不幸 如今看来一点不假呀 对啊 看看我们这里的海鲜餐厅 就有多少家老板遭到不幸啊 唉 由此看来杀生行业真的是不能做啊 是啊 张先生知道了因果报应 开始劝说身边的人不要再犯杀业 自己也积极参与互生放生的活动 不久后 张先生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 女到当价 生儿育女 是身为女性的天职 对于小玉 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 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 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为她 我常在想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每天辛勤地工作 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 我一直疑惑着 能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 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 这天 我被扣上了项圈 带住了羊圈 大师父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 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乘相似 我觉得十分害怕 脚步停了下来 眼睛的小声音使我雀跃 原来天龙之乱是这么简单 这么的幸福 小声音使我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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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四个天 各位都知道了 四大天王 念下来 那么持国尊天 那么增长尊天 那么广目尊天 那么多闻尊天 四大天王 各位比较熟了 后面这两个天呢 来念下 那么密集金刚尊天 那么善子尊天 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天啊 你们都有见过 这叫亨哈恶将 这个北边 这个欧边呢 这个密集呢 它是显现比较好看的像 然后善子尊天呢 是显现愤怒像 那手上两个都拿着金刚杵 他们也是 生生世世发愿 守护修行者 甚至呢 各位到了寺庙的时候啊 那些妖魔鬼怪 他就进不来 因为他帮你守护主 用金刚杵镇住 八十九页 念下 那么委陀尊天 那委陀尊天 道宣律师说 他看到了伟坤将军 所以塑造成 我们中国的伟陀菩萨 那伟陀尊天 有一个特色 各位要发愿 生生世世 修犯恨 没结婚呢 那生生世世 修犯恨 不起诚恨心 最后他也成佛 行结第一千 第一千尊佛 而且呢 他发愿护持三宝 特别守护出家人 再来念下 那么监牢地尊天 那就是这个土地 这个整个世界 地球的土地神 最大的 然后这个监牢地神 在佛陀成佛的时候 也视线成女人 对不对 还跟魔王说 佛陀布施的功德 超过你百千万倍 所以监牢地天 再来第三个 那么菩提树尊天 释迦牢地佛 要成佛之前 就是这个菩提树神 是个女神 守护了释迦牢地佛 那如果天上下雨的时候 他的树叶 他就把它折起来 像一个伞一样 盖着佛陀 让佛陀 不会临到雨 出太阳的时候 变成散 所以菩提树神 这样护持正法 第四个 念一下 那么 鬼子母尊天 那各位 我们在超度都放了 因为鬼子母 他已经八地菩萨了 他虽然过去 是一个鬼 是一个鬼 但是后来 他也发菩提心 守护佛教 特别守护什么 生病的修行人 生病的修行人 然后中国供养一下 鬼子母春天 乃至各位要生儿育女 也要礼拜鬼子母 小孩子生病 也要鬼子母 乃至女人爱漂亮 买老 也要拜鬼子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